Hello everyone, this is Willian 欢迎收看五分钟的快学系列 这篇文章我有完整的版本 欢迎各位的收看 通常佳音有两篇 各位记得去看一下 在这一部影片里面 我总共会教各位四个单字 第一个单字是交通、电力、标涨、下坠、狂扁 这四个单字英文怎么说 还有我会教各位两个阅读技巧 分别是主词加动词 如何找出主词加动词 真正的主词加动词 第二个技巧是如何找出形容词出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单字 今天要介绍单字如下 首先第一个单字是交通 交通英文叫transport 各位这个是名词念法 如果是动词的话变成transport 念法不太一样 接下来是电力 电力的英文叫electricity 这个是电力 接下来标涨 就是价格标上去 这个叫sky rocket sky rocket 下坠狂扁 各位可能我要移动一下我的人头 好吧 一等会见 plummet plummet 接下来下一个 接下来教各位长句的阅读 应该可以回来的 接下来 这一句非常地长 我先念一次给各位 Ladly The cost of food of cooking gas of clothes transport and even what electricity the state will allow you to have has gone ruckus so egregiously as the rupees value plummet that even logist from the money has been in short supply 非常非常长的一句 各位我们这边有个连接词 连接词我们先把它断去断掉 那断去断完之后 我们就看前面这边 前面这边我们必须要找出真正的主词出来 太长了 各位怎么找 来首先各位我们这边有介细词跟连接词 各位记得 当名词后面出现介细词的时候 它就是开始在做补充说明 所以这个补充说明我们删掉之后 黄色的这个位置删掉之后 各位动词 真正的主词 叫做the cost 动词叫做has 这个价格怎么样 skyrocket 飙涨的 飙涨的怎么样 egregiously 非常严重的价格飙涨 主词跟动词找出来之后 你就知道 整篇文章真正的结构 就是价格飙涨 就这样 接下来黄色的部分 就是开始补充 还什么价格呢 食物的价格 瓦斯的价格 衣服的价格 交通的价格 还有电力的价格 好来哦 这个电力我来看一下 各位来我们看一下黄色的部分 仔细看黄色部分 各位有没有看到形容词 来我们来看一下 来这是这边 我要请各位看就是这一句 各位有看出来吗 就是黄色 我再把它变白色 就是这一句 这个位置 各位有没有看到形容词呢 形容词在这里 名词加上句子 会等于形容词 各位出现在哪边呢 来公布答案 electricity 这个字是名词 叫做电力 the state这个单词是主词 we are 这个是动词 we are allowed 这个是动词 所以名词后面出现了 各位句子的概念 在英文里面就是主词加动词 就是句子 所以形容词就出现了 各位 形容词在形容前面的电力 什么样的电力呢 这个国家允许你拥有的电力 清楚了吧 来我有打出来 电力 随着是电力 黄色的位置就是 国家允许你拥有的 各位这个就是形容词 全部组合起来就是 国家允许你拥有的电力 导着翻 好 OK 接下来看一下下一句 as the rupees value plummet even larges from the money has been in short supply 来 那下一句 这个value 价值 plummet 是下坠 larges 是上款捐责 money的有钱的 supplies 是供应 所以 卢比的价格下坠 甚至是捐款 捐款来自于哪里的捐款 有钱人捐款 都 shore supply supplies 是供应 shore 是不够 就是供应 都不够了 好 来整句我们再看一遍 我念 然后你感受一下 我念 你看你看不看得懂 Lately the cause of food of cooking gas of clothes transport and even what electricity the state will allow you to have has got ruckus so egregiously as the rupees value plummet that even larges from the money has been in short supply 好 OK 以上 就是 五分钟的快学 快学系列 那同档家英 我还有第二篇 欢迎各位的收看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week